记者陈恩惠台北报导 台北市王姓男子八天前租下北市甘州街的民宅 经营天酒派流动赌场 台北市大同景分局据报搜证 本月十七日深夜趁赌场第二次营业时前往茶器 当场逮货王姓负责人 把封李姓男子及九名赌客 今早讯问后将王李楠一赌博最送办 九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分别裁罚 大同景方查起的这处流动赌场 除了赌场主持人把封男子及九名赌客外 还查扣赌资五万一千六百元 抽头金两千五百元 筹码赌资六十九万六千五百元 二夫天酒派赌具 头子一百四十四颗 监视器镜头两个监视器萤幕 主机各立台及一组门铃等证物 警方调查有多次赌博前科的四十岁王姓男子 今年九月十五日同样因经营赌场遭北市万华警分局查获 案件人在北检调查中 但王贤卷经营流动赌场有利可图 根本捉不怕自本月十一日起以日足金两千元的方式 在大同区甘州街以带珠屋利用LINE通讯软体 缆客门内外架设监视器大同警分局长潘朝智 获报指示民生西路派出所及侦察队全力查棄 经布县查访锁定赌场枪秘处所掌握具体试证 池氏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进行查棄 警方昨天深夜大举进攻 趁着屋内厂子正热闹时破门 赌桌上的赌客个个金白完全来步 即反映 王贤公称他的赌场以饮料喝到保住 称赌客可自备香烟及槟榔 赌场是以轮流作庄的对赌方式 若赌客银场则以每四百元计刺 抽取十元的抽头金开张营业第二天 目前已获利九千元